大家好,我的名字是Mola Chan,曾经在Michael Guerin Hospital工作过16年。 多伦多和安省正处于COVID疫情的第二波,这是艰难的时期。 很多人要面对家庭和失业的问题,疫情下带来生活上和经济的影响, 引发出焦虑、悲伤、压力重重、困惑、害怕。 但是我们需要保持积极,找尋方法去疏到这些负面情绪,以免带来更坏后果或抑郁。 以下的方法可能帮到你们。 能力许可,参加社区业务工作,打电话给亲戚朋友互相倾诉, 参加免费在线瑜伽或无道班,保持身心健康和联系。 如果仍然觉得情绪困扰,联络你居住区域社区保健中心,尋求支援或转介。 康福精神健康中心,提供广东话和国药服务。 多伦多市公共卫生局,也提供心理健康资讯和支援。 如果你遇到困难,请自电211,他们提供中文口译。 如果你怀疑可能接触COVID或开始出现COVID症状, 请到评估中心进行测试,自电647-477-1640进行预约。 亦欢迎报入息,不需要预约或欧险卡, 要符合安省政府当前COVID測试指楼。 我们共同面对同战性COVID。